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炒飯 炒飯呢 我的獨特的炒飯就是鹹蛋 天芙羅 洋蔥 香菜 首先呢 我們把這個半顆洋蔥 半顆洋蔥把它切成丁 切成丁狀 然後這個蔥 蔥也是一樣 要切成丁 切成丁 切成丁 然後這個天芙羅 天芙羅就是一般超市也可以買到 傳統市場也可以買到 把它切成片 天芙羅 天芙羅台語說甜不辣 鹹蛋一顆 鹹蛋就是鹹鴨蛋 把它剝開 把這個蛋黃跟蛋把它挖出來 然後呢 這個香菜 香菜就是一般的鹽水 我們去市場就可以買到 香菜叫兩根 兩根的香菜 就放在盤子裡面備用 這個飯呢 大概是兩人份的飯 四碗到五碗飯 我們吃飯的話 四碗到五碗飯 炒的鍋子 炒的這個鍋子是 不沾鍋 平底鍋 或者一般的鍋都可以 但是我現在用的是用 不沾鍋的平底鍋炒 首先把鍋子燒熱 這個大概是一分鐘到兩分鐘 把鍋子燒到冒煙 燒開以後 先小火小火燒 把油 加加油 加沙拉油下去 那咧 把我們現在所有要炒飯的食材 放到鍋子裡面 然後把它炒 把它炒到有香味出來 把它這個香 這個鹹蛋要把它 通通把它炒到有香味 大概炒個五分鐘 要炒到有香 等下我們飯炒起來 就非常好吃 這個鹹蛋就是鹹鴨蛋 要把它蛋黃 還有蛋白 還有洋蔥 通通炒到有香味出來 火不要太大 差不多就好了 中火 要開中火 慢慢給它炒 然後我們 放的味精 放味精不要太多 一點點就可以了 大概 大概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本來鹹蛋是有鹹味 所以我們鹽巴呢 不能放太多 放一點點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炒起來看 如果是味道不夠鹹 我們再加上去 好 現在差不多了 香味都出來了 我們把飯倒進去 好 倒進去 我們開始就炒了 好 就炒 用鍋鏟也可以 或者是用那一般的這個 那個 飯匙 炒飯的飯匙 或者用鍋鏟也可以 好 要把它剝開 要把它炒開 好 炒到這可以有 飯有點仿色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香菜 這個就是香菜 把它加進去 把它加進去 然後再開始炒 炒過三到五分鐘 大概就可以了 把它拌開 把它炒 炒到有一粒一粒 大概鬆鬆的 一粒一粒 如果是你要吃 有一點點辣 你就加一點點 加一點點胡椒粉 這個胡椒粉 如果是你要吃辣 你就稍微加一點點胡椒粉 如果不吃辣 就不用加 然後放下去 再繼續炒 今天我們的炒飯已經炒好了 現在我來試試看 好不好吃 非常香 非常好吃 我們今天掃飯成功 好